108集 樊琪在上清宫待了几天 不会是把那些道士的话都听进去了 改信道教了吧 万一要是走火入魔要出家 那烦妈妈怎么办 她忙白手道 这件事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了 然后夸奖她道 还好啊是你去了 若是换一个人 这事情只怕都不会这么顺利了 你这段时间辛苦了 这几天你好好的休息休息 我也提前放了烦妈妈的假 你们母子两个呀 好好的说说话吧 等过了元宵节 你恐怕呀还得去趟京城呢 你之前既然和信阳的道士说了 明年还会过去 不妨把这件事当成笑话看 想办法让那信阳的从中周旋 尽快的让穆家大小姐嫁到林家去 樊奇也是这么想 她道 若不是怕我娘起了疑心 我就等到穆家大小姐出了架再回来的 说着她从兜里套了一个荷包出来 哎 二小姐 我往返的吃住都是季家出的银子 在上青宫寄居的时候 本来花二两银子就够了 但是我想我装的是少东家 就给了他们五两银子 再就是 姓阳的那个道士 喝酒吃饭花了大约十五两银子 他说要请他的师兄帮他远晃 我又给了他二十两银子 还有雇轿子的钱 买零嘴的钱 雇下人的钱 加起来一共花了六十七两三千银子 这是剩下来的四百三十两银票和碎银子 都在这儿了 周少锦喜出望外 大方的道 你拿着吧 开了春啊 你还要进京 等回来再一并的和我结算好了 樊奇不肯 诚惶惶惶惶的道 我怕弄丢了 您可不知道 我之前不知道去趟京城要多少银子 只拿了五张十两的银票出来 其他的四百两银票 我都卷成了卷 缝在贴身衣服的夹缝里头 每隔两个时辰就摸一摸 季家的伙计还以为我身上长了狮子呢 这银票 还是您收着吧 我再去的时候 再向您要 周少锦倒是能理解他的害怕 前世他逃出金陵城的时候 只带了提及的二百两银子 觉得只要有了这二百两银子 他就能找到姐姐了 如果没有了这二百两银票 他以后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姐姐了 当时他就怕银子掉了 或者是入了那些闲帮的眼被偷了 反复地叮嘱樊流氏把银子藏好 那好吧 他笑着收了银票 转身去拿了二十张二十两的银票 递给了樊琪 笑道 这是我答应你的二百两银子 因为要过年了 管事们都很忙 说好的那师母上等的水田 只有等你回来的再说了 樊琪涨红了脸 二小姐 我的事还没有办妥呢 您等我从京城回来再上午好了 朱少锦把银票塞给了他道 你拿着就是了 正好啊 可以好好地过个年 樊琪不敢推丧 绝好收下了 朱少锦又给了他一个匣子道 这里面有一根金簪子 一对金手镯 金簪子呢 是给你娘的 金手镯你和你哥哥一人一个 娶媳妇的时候哟 多谢二小姐 樊琪起身给周少锦磕了头 周少锦笑咪咪地瘦了 让春晚送了他出门 师相就小声地嘀咕道 太太上的二百两银票 都还没有雾热 钱就上人了 照您这样下去啊 我看就是金山银山 也经不起您的折腾的 周少锦肃然地把樊琪还回来的荷包 放在了桌子上 淡淡地道 这里呢 一共有四百三十两银票 四百两银票呢 收起来 那三十两银票去找大舅母那里 兑一些银客子过来 今年呢 怕是要赏人的 剩下的碎银子 嗯 你们这些日子呀 当差十分地用心 就拿去买些零嘴翻了吧 冲晚欢喜雀跃 用手肘拐了拐石香 石香红着脸 兴兴然地低了头 周少锦强忍着笑意 进了内室 换了一件衣服 去了寒碧山房抄金书 碧玉在路口等着他 远远地看见他 就迎了上来 笑着屈膝 给他行了礼 四老爷呀 要搬到我们这边来住了 秦总管呢 正带着人 在收拾后面的立英馆 在寒碧山房 受了围围 老夫人呢 怕那些粗人 冲撞了二表小姐 特意让我在这里 等着您 周少锦惊讶不已道 石舅舅 怎么会突然 搬到寒碧山房 这边来住啊 碧玉笑道 可能是啊 小山从贵院的地方 太大了 服侍的人又太少了吧 我听从前 在四老爷屋子里 当差的人说 四老爷呀 念旧 身边的人 都是用了七八年的 那些小厮随总还好说 我们这些丫鬟 到了年纪 却是要放出去的 四老爷呢 又不愿意进人 就只好 先将就着住进来了 周少锦笑道 嗯 那倒是的 你们几个 都是心灵手巧 有知书达理的 与其再生个大丫鬟 还不如啊 让你们服侍 不过 这样一来 你们的事就要多起来了 更辛苦了 哎呀 这原本就是 奴婢们分内的事 哪里就当得了 辛苦二字呢 碧玉和他一边说 一边往寒碧山房去 朱少锦很快就看见了 电蓝色的粗不微微 他们在微微内行走 可以听见外面 有男子声音沙哑的道 快点快点 请他总我说了 天黑之前必须弄完 弄完了 每个人赏一辆银子 弄不完 每人少发一辆银子 这里外一算就是二辆银子 二辆银子 可以给你媳妇 买件花棉袄了 外面轰然的笑 朱少锦也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觉得这人很会说话 碧玉就道 这个呀 是府里的路管事 小的时候 不小心被烟熏了嗓子 说起话来像鸭公 反倒容易让人记得他了 朱少锦笑着喊手 旁边帷幄后面 陡然的走出个人来 朱少锦和碧玉都吓了一大跳 碧玉更是把朱少锦拦在了身后 大声的喝着 是谁呀 是我 来人活泼的道 朱少锦定睛一看 竟然是吉营 他不禁拍了拍胸道 哎呀 你可吓了我一大跳呢 吉营道 是谁在这里围了这帷幄呀 我转了半天了 差点就迷了路了 说着他朝着朱少锦笑了笑道 四爷说呀 要搬到这里利盈管住 我想着你每天下午都会过来抄经书 特意来告诉你一声 你以后找我呢就方便了 朱少锦咯咯咯的笑 挽回了碧玉的胳膊 我们早就知道了 吉营气得直瞪眼 大家笑着去了正房 吉营要去看看利盈管在什么地方 我要去选一个披静的地方住 碧玉告诉他 你往南边走 那边呢 有三个三阔的厢房 推窗就可以看见荷花池了 屋后种了几株十六树 吉营两眼放光 十六树 你们这里竟然有十六树吗 我呀都多少年没有看见朵花了 这话当然有点夸张 碧玉眼嘴笑说道 我听史萌萌有一次说呀 那几株十六树 是四老爷小的时候种的 宝贝着呢 吉营听了之后和周少锦耳语 那我呀要住在那里了 然后在十六树上挂满了 叉子烟红的各色的香囊 荷包 我看称子川还得瑟不得瑟 朱少锦哭笑不得 和吉营挥手作别 郭老夫人并不在正房 而是在正房后面充当库房的 三阔厢房里 冬日暖暖的阳光 晒在紫红色檀香木 包祥云铜角的香笼上 古朴 庄重 而又高贵 郭老夫人站在 打开的香笼前 向着周少锦招手 你来看一看 这个赏评如何 天青色的右面 像龟背一样裂开 圆圆的肚子 高高的平静 线条优美 自然流畅 让人想起了天鹅的脖子 是媲美那尊 月下美人的前朝歌谣赏评 周少锦强忍着心中的惊讶 笑道 哇 可真漂亮啊 郭老夫人笑眯眯的点头 说道 这是啊 我母亲的陪嫁 当时战乱 我外祖父家 是当地的乡绅 最先遇到好些土匪抢劫 家里的很多东西啊 都没了 只有这个上瓶 被我外祖母 藏在了后院的水井里 留了下来 后来我出嫁 我母亲就把她给了我 我想啊 把她摆在 你持舅舅的多宝阁上 你觉得怎么样啊 嗯 应该会很合适的 周少锦笑道 郭老夫人就吩咐身边 服侍的翡翠 把这个拿出来 翡翠应诺 小心翼翼地将赏瓶 放到了一旁的长岸上 在帐策上 记了一笔 郭老夫人就道 我记得呀 我还有一个 歌谣的蟹爪纹的马蹄卢 翡翠 你仔细地找找 把它和那一尊 歌谣龟裂纹的赏瓶 摆在一起 应该呀 很好看的 翡翠笑着应试 在满满一箱子的账册里 找到了写着瓷器的 十本账册 开始一页一页地返 郭老夫人就和周少锦叹道 哎呀 我这年纪大了 东西也多 我自己都不记得 有哪些东西了 这样最容易被盗了 当年太后娘娘的 九针鹰落项圈不见 就是管库房的太监 坚守自盗 若不是长公主出嫁 太后娘娘突然想起了 这件东西来 只怕太后娘娘驾崩了 都没有人知道 这东西早被到处攻卖了 但郭老夫人身边的几个丫鬟 看着人品都挺不错的 应该不会出现 这种事情才是 周少锦微微地笑 冬日的暖阳下 如开放的水仙花 郭老夫人不由地在心底叹了口气 不怪家善对她念念不忘 就凭这相貌 就已经让人百看不厌了 至于其他 反而是次要的了 那装饰比起周少锦来 还要出色几分 这果真就应了 情深不受的话来 郭老夫人轻轻地拍了拍周少锦的手 想了想 打开了个贴着夹子的箱子来 拿出了一个小匣子打开 在红色的绒布上 静静地摆放着枚 赤金菊花点脆簪 酒中大小的菊花 香着宝蓝色的点脆 卷曲而细长的花瓣 金黄色的颤巍巍的花蕊 无一步栩栩如上 郭老夫人盖上了盒子 把她递给了周少锦 说道 快过年了 拿去带吧 啊 蜈蚣不受禄 周少锦虽然不知道她的来头 却一看就知道绝非凡品 她极力地推辞 郭老夫人笑道 你不是 在帮着我抄经书吗 收下吧 要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 等到明年春上啊 就给我做一件披肩 我生你持久久的时候啊 这肩膀受了寒气 冬天还好啊 有火盆 到了春天就隐隐作唾 非要在肩头搭上什么东西才好 今年的披肩 那就交给你好了 周少锦忙不迭地硬了 接过了郭老夫人手中的匣子 她看出来了 郭老夫人的库房 没有一件不是好东西的 她怕郭老夫人又心血来潮 送她东西 起身告辞 郭老夫人也没有留她 继续和翡翠在库房里找东西 周少锦在小佛堂里 刚抄了两页经书 吉营过来了 她笑道 你想不想去看看历英馆 周少锦祈祷 历英馆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吗 在此之前 她并不知道寒碧山房 还有一个历英馆 吉营颇带着几分神秘的笑道 历英馆外面呢 有一个套着太极镇的八卦镇 寻常的人进去呀 一定会迷路的 我带你去见识一番 周少锦心中一动 难道就是自己上次迷路的竹林 她还记得那竹林东边 好像还有一个院子 鸡朵火红火红的石榴花 从花墙后面探了出来 周少锦道 你懂阵法吗 吉营道 我不懂 不过淮山懂 她说每隔五步 就在竹子上绑了一个红绳 大家照着红绳走 就绝对不会出错 可照着她说的走 有什么意思呢 趁着淮山再知道小四绑红绳 我们跑过去玩一玩 若是迷了路 只管大叫一声 就有淮山相救了 还有什么时候 比这个时候更好玩的 上次的事 周少锦还心有余悸 她头摇得像是波浪鼓 说道 嗯 不行不行 我今天得把这些经文抄完了 改天我再陪你一块去看吧 吉营有些失望的 你什么都好 就是胆子太小了 周少锦迥然 吉营笑道 那好吧 我一个人去了 你到时候啊 可别后悔 周少锦觉得 吉营就像是一个 诱惑自己去玩的小孩子 她玩耳 送吉营出了佛堂 继续地抄着经书 等她抄完了今天的经书 收拾好东西 去向郭老夫人辞行 竹林里依稀传来吉营的呼叫声 周少锦吓了一大跳 忙让诗香去找淮山 诗香很快就折了回来 笑道 吉营姑娘啊 被淮山给拎出了竹林 拎 周少锦有些不解 诗香就学着淮山的样子 嗯 像拎小鸡似的 周少锦想到 自己第一次见到淮山时 淮山那冰冷刺骨的目光 淮山恐怕不是普通人 周少锦撕存着 回去之后就跟姐姐说了 姐姐笑道 应该是 诗舅舅的护身保镖吧 诗舅舅为了家里的生意 常在外奔走 遇到的也是三教九流的人 没有一个像淮山这样 五一高超的保镖 怎么敢和那些船帮啊 边军打交道呀 说到这里 她微微一顿低声地道 二房的厉老太爷呀 据说就是死在船帮的手里的 周少锦骇然道 啊 不是说病死的吗 二房的厉老太爷 就是二房的老祖宗 承煦的独子 唐老安人的丈夫 周初锦朝着四周看了看 见屋子里只有他们姐妹俩 这才到 我小的时候啊 有天睡午觉起来 外祖母和大舅舅 正坐在必杀厨外面说话呢 当时大舅舅刚刚长家 家里日子艰难 大舅舅不知道从哪里 弄了几张眼影 因为呀 要到永家厂取眼 外祖母不让大舅舅去 当时曾言 你看二房的厉伯父 要钱有钱 要物有物 人又精明能干 最后还不是死在了曹帮的手里 朱少锦半信半疑道 朝廷不是一直说曹帮 聚重声势 留不得吗 那个时候 二房的老祖宗 应该已经入朝为官才是 既然厉老太爷 是死在曹帮手里的 怎么不报官呢 就算不能找到凶手 也能让曹帮 大受创伤才是的 周初锦道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朝廷哪年 不说曹帮是 法律崩坏之源 可哪次 能彻底地缴了曹帮呢 想必这曹帮啊 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二房老祖宗 就算是朝廷的命官 也没有用的 何况呀 正经的生意人 又怎么会惹上这些江湖的亡命之徒呢 说不定啊 当时的事儿 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 拔了萝卜带着泥呢 周初锦有些不以为然 周少锦感慨道 嗯 这倒也是 只是可怜了唐老安人 孤儿寡母的 瘦了这么多年 周初锦道 所以说呀 三十年河东 四十年河西 也说不上什么可怜不可怜的 如果李老太爷还活着 有二房的老祖宗帮忙谋划 掌房哪里还有今天呢 二房的老祖宗 比掌房的老祖宗大 李老太爷也比 薰老太爷大 这就是啊 人算不如天算 你不认命不行啊 家族的资源有限 年纪一大 就意味着董事早 董事早就可以 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 嫡妻不怕丈夫有宠妾 就怕宠妾生出 比自己儿子大的儿子了 周少锦想到了 一直掌握在 二房老祖宗手中的族谱 二房的老祖宗 肯定很不甘心 并且把希望 寄托到了诚实的身杀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